另外 像我做这件事情 你们那个清单你也可以点进去 目前我的那个订阅人数已经 两万六千多了 里面其实就是上课的影片 那影片的数量的话 我看一下好像有超过两万个影片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其实如果找最旧的 你不然从十二年前开始 这边有十二年前开始 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你看这我年轻的时候 十二年前的影片 居然还在上面 OK 那分享一些东西 这是我儿子 第一次叫爸爸 我是在旁边把他录下来 然后把他放上去 我这已经是 十一年前的 所以我小孩已经 上国中了 对不对 蛮妙的一件事情 OK 这题外话 所以有一些感觉 有的时候你如果 那个时间你没有去做 那再回过头来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如果说你就花一点时间 不过我刚才做的都其实非常辛苦 因为你一边上课要一边录影 看起来其实没什么 但是你要兼顾两边 一边要上课一边要录影 那有时候又不是上课很认真就忘了录影 要录影 就讲完就忘了录影了 要不就是 讲了一半然后下课 然后下课又继续录 录了一大堆 所以其实不太容易 然后下课之后回去又要处理那些影片 还要把它传到YouTube 然后建成播放清单 给同学去观看 其实是蛮花时间的 不过就是要走过来之后 其实我觉得你会有价值是因为 你把别人很麻烦的事情 让它变得很简单 让它方便你就有价值了 对所以你就是解决别人麻烦的事情 你就会产生价值 OK才会有被利用价值 OK所以想想看 所以很多事情 当然你不可能凭空而来的 不过就是要做一点事情 所以常常在想 身边有没有麻烦的事情 有麻烦的事情就是伤期 对不对 像我最近看一个新闻 就是大家不是很多那个背包客 或者是自由行 那常常你可能要换饭店 或者是你要回去之前 你可能有行李 那行李拖的 总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如果有可以哪个地方 店家都可以寄放的话 那会相当方便 所以真的有人想到 有手机APP 它会告诉你附近有商家 可以直接就把行李寄放 那边去就好了 然后你付它一点点费用 这个费用的话 当然两边可以拆账 比如商家它可以赚 然后APP设计这边也可以赚 那不是好事吗 对不对 你付一点费用 你说付个几百块好了 你不要太多啦 大概两三百块 我大概可以接受 我就放个几个小时 我为了去逛个夜市 或者逛个街 对不对 不然的话拖着行李 总是感觉很不舒服 那你解决人家的方便 这也是商机 所以那个APP 现在其实就慢慢越来越夯了 你们可以找找看 网路上其实不乏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应用 一个应用就可以一个商机 但问题你要解决很多问题 如果你每个问题都克服的话 那就是你的价值 而且你如果把那个做完 其实那就就是你的代表性 那你履表上面就会有一个 你做完一个东西了 OK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 一样嘛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 就是把VBA学好 到期末都会说 你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 除了把它学会之外 可以熟练 那你第一步就做完了 第二步的话 就是再把这些东西 跟你工作做结合 而且能够巧妙的结合得很好 像之前有同学是真的把他所有的工作一键完成 比如他早上所有的事情 真的他跟我讲一键就完成 一个早上原来要做的事情 按个按钮就解决了 OK 所以他多出很多时间 这个不是那个夸张 是真的是真实案例 而且还不止一个同学 OK 所以其实这蛮多可以衍生的 好那我们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假设我按下它 我希望把结果做出来 跟这边是一样的 这个我已经做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 那怎么做 一 当然我要做按钮之前 一定要先把VBA打开 程式写上去 不过程式写上去 因为我已经写了 所以我先把什么 先把那个程式先删掉 大概 好 大概这样好了 不过上面的注解我就不删了 反正注解是写给自己看的 第一个跑回圈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然后这边打个NAS OK 所以你这边的话后面有一个for 这边就有个NAS 接下来的话你要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你的A栏里面的资料 前两个字是产现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写一幅嘛 对吧 那前两个字的话我们先把那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就是什么 Sales 的I列 的A栏 OK 那个资料呢 的前两个字 前两个字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LETT 如果你打个VBA 点LETT L-E-F-T 前刮虎 然后呢 斗点两个字 意思说我要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前两个字 产现 OK 然后呢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产现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工资存起来 OK 所以存起来是累加 那这边的话我就是再打上产现 然后空一个打一个then 这个一定要的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固定打法 然后呢 累加 特别说累加怎么累加 如果它里面前两个字 是那个产现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了 那把4903帮我存起来 那特别说写法 累加的写法是这样 我产生一个变数 也许叫SUM SUM等于什么呢 它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 加上同一列的C栏 那同一列的C栏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 同一列的A栏 把这边改什么 改个C就好了 OK 那这个写法特别注意 意思就是说把后面东一 加完之后放到前面去 那不过当然呢 预设值 其实SUM 预设值是多少 是零 SUM 等于零 所以其实它这个SUM 本身预设值已经是零了 所以我没写 主要因为它本来就零 你写这一行等于多余的 但是我怕有些同学会看不懂 OK 所以这一行你有写跟没写 都没有关系 结果会是一样的 因为SUM的预设值就是零 OK那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 4903 因为我判断它前面是产现的 所以把4903这个东西 加了零之后 然后记得是存在前面 所以这个等号跟以前的等号 有点不太一样 以前等号是加到后面 现在刚好颠倒 程式的写法跟以前你们数学的写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被以前的包袱给困住了 OK记得你那个规则要重新再来 你比方说同学一直会看到等号 然后就会被以前的那个制约住了 有没有 因为你一直以为等号就 所以它一直无法脱离那种以前的写法 我跟前跟各位讲 千万不要被那个前面那种写法给那个 给算是应该制约吧 OK 所以它这个意思是说 把后面加完的东西存在前面的意思 OK 存在前面 所以这个4903加上零的话 那就存在上 就变490 上里面就变4903 那一直跑 跑到没有为止了 然后最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结果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呢 输出到这个12的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那所以怎么输出呢 那特别是要很简单嘛 固定的位置我用什么 用range 还记得吧 range里面的12这个储存格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就不好了 OK 这样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这一行其实可以拿掉了 所以 这样子写下来的话 基本上 算法是一个回圈两行 一个逻辑两行 再加一个累加一行 输出一行 总共刚好六行 有没有 不多也不少 程式不要多余的啦 反正以后写来写去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我程式的务求就是第一个 程式 最 重要的写就好 不重要都不要写 第二个的话 很好了解嘛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都看得懂 可能今天比较看不懂 应该是这个 有没有 把它累加在前面 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暂时你还一下无法理解的话 请你把它先写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回去的话反复去稍微操作几遍应该慢慢就懂了 OK 那不是只有VVA这样写哦 你以后学其他语言像学Python也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Python跟VVA说真的有什么差别 只是语法表达不一样而已 其他我觉得都一样 这边写得出来那边写得出来 那边写得出来这边写得出来 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差别 像我昨天才教Python 对我今天就教VVA 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 而且我教过的语言数量我超过十种 我从以前到现在我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生命桌子很短的 我教最久的就是VVA了 因为VVA在30年前就存在了 到现在还可以教 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真的还蛮厉害的 这应该要感谢比尔盖斯吧 对因为他创了这个 因为比尔盖斯最早是写Basic的 所以VVA会一直存在就跟他有点关系 他会就是一直在推这些东西 把他放在他的所有产品里面 都用这个Basic语法 然后再来的话最后你把它执行 执行如果你怕一下子 无法马上知道步骤的话 你可以按F8 F8就组航 F8 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个 现在上等于零 没有东西 后面的话4903 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丢到前面去 4903了 下一个是不是 下一个不是就 下一个人四步跳过 再下一个是产线二 四 所以四的话产线二 那就把3906跟4903加完 又丢回去了 所以这个上又变8809 应该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吧 所以这个所谓的变数啊 变数就是里面这个值可以改变嘛 所以叫变数嘛 OK应该可以知道的意思吧 可以懂吧 OK 所以如果这个可以突破的话 以后城市语言就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学城市最容易 就是陷入困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变数 变数简单讲就是里面的值可以改变嘛 对不对 也就是你后面做完之后 你可以再把它改变 OK 改变完之后呢 反复反复 反正一直跑跑跑跑 跑到最后呢 全部跑完了 所以他I的值 没有 他会一直改变嘛 2 3 4 5 6 一直到11嘛 所以11跑完之后的话呢 那他就 现在11了 跳完了 所以跳出来了 有没有 4 就是4nets的意思说 我下一个下一个的意思 OK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加总的结果 2 3 8 8 4 丢到 特别说 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丢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 目前这个等号 应该讲 如果用白话的意思讲应该是什么 把后面的值 赋予到前面 对 类似啦 放到前面去也可以啦 丢到前面去也可以啦 反正你可以用那个 你可以理解的叙述就可以了啦 我前上面是什么 输出那个 输出道也可以啦 输出 如果比较文组组一点 讲法啦 反正这个叙述 你自己可以用 你看得懂的方式去叙述 以后你就懂了 其实没有太特别的东西 其他一句就这样子 把它输出 OK 结果就过来 最后就end this up 结束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六行而已 那试试看啊 如果可以六行 一下子很顺畅的就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 这八次上课 应该都有在状况之内 如果不是的话啦 真的回去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把程式再多打几遍 OK 那尽量可以善用你们比如说平常工作的时候啦 真的工作里面不就是一直都在用Excel吗 OK 如果用到Excel的时候呢 那你就是可以拨出一点点时间 不过前提就是如果你的效率提高之后你就会多一点时间了 有没有 那你就会更有时间用VBA了 那你又更有时间那你会更有时间 所以满多同学是因为他用的VBA提高他的效率 所以他会多的时间 比如说一个早上的事情那一键完成嘛 所以他剩下多余的时间他在做什么 就是反复在练CVBA 所以他把VBA真的练到已经滚滚烂熟了 甚至我看到 他几乎把我上课所讲的所有一切可能用到的 全部都派上用场了 我觉得是叹为观止 OK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真的是工作上我觉得还蛮可以用到的 然后他们有些时候是真的工作 有些真的没办法他会提问题 所以我在把我想到的这个解决方法再说明 OK 所以像这个教材已经经过很多年的那种这个增补 我觉得慢慢应该会蛮适合 就是一般性上班族需求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